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164集 灵异援引 心情开阔 身体渐渐好转 曾国藩继续关注江西的军情战事 咸丰七年十月 曾国泉抵达安府 会和各军在吉安城外扎营 他牢记大哥扎应债的叮嘱 传令各营 营房四周挖掘两丈宽一丈深的壕沟 切断太平军接济两响的道路 不忙着进攻 要将城内的太平军困死 曾国藩受到九弟的来信 十分高兴 给他回信指点 10月12日 曾国藩在家里过了48岁的生日 算起来 他有很多年没有在老家过生日 全家十分喜悦 11月 石大开率军从安徽进入江西 派军进攻湖口要地 李续仪早有准备 击败了进犯的太平军 石大开见不能攻下湖口 指挥部队从饶州辅州 急区急安 曾国泉与三路兵马 在极水县的三曲滩打败了池原的太平军 对急安完成了包围圈 留在江西的湘军加紧攻势 12月初八日 栗战攻克重镇临江府城 刘长佑因病回家治疗 所有人马归萧俊川统领 一部分由刘坤一分领 共同进攻辅州 张运澜与王开化不甘示弱 率老乡营向建昌府进军 这时整个江西境内 只有急安和九江两座城池 没有攻克了 曾国藩想到 自己治军五年 梁台没有固定的地方 其间一栋三个省 都是自己一手操控 头绪繁多 顾不上厘清 时间久了 难以向户部报销 日后落得追陪处分 可就冤枉了 必须趁早撇清干系 现在家读书 有了闲暇 拟定向朝廷报销的 大概规模 于是拒折 写信给江西巡抚麒麟 替自己副奏 折中奏称 陈楚义军 未经奏派大员 宗礼良台 亦无专司之缘 始终其事 越境绞贼 用淫见多 历时继久 散漫难清 你将水陆各军 分为数大款 在陈处领响之月日 节清起气 归陈处报销 致若经守人员 如同知陶寿玉 知府李汉章 道元玉林 立云关 礼部原外郎胡大任 甘进等 今臣前后委派 分除江楚各省 四江西军务将毕 及此该原等 为臣办理报销事件 造册送部 如有款目不符 着追缴之处 皆臣一力承认 不与该原等相干 请指是不合意施行 李汉章和丽云关等人 知道曾国藩上奏 为他们承担一切责任 各个感恩戴德 报定了 世卫知己者死的念头 日后成为曾国藩的 得力干将 年关将近 曾国藩整理唐报 综合各方军情 喜忧参办 喜的是江西军情好转 只有吉安与九江没有克服 忧的是 进入安徽的陈玉成 与河南陈德才的碾军 协同作战 声势浩大 为此 安徽巡抚伏计罢职 朝廷命李孟群 熟理巡抚 但不到十天 卢州被陈玉成的 太平军攻陷 李孟群也被革职了 钦差大臣督统圣保 与富玉使袁甲三 都驻扎在碾玉之郊 督办军务 又让翁同书为安徽巡抚 李孟群是自个提拔起来的 因卢州失陷被革职 曾国藩呢 还是很替他惋惜 转眼到了咸丰八年 这一年 曾国藩48岁了 正月里 曾国藩见九弟统戴军马 也没能攻克吉安 觉得是因为父亲的墓地不好 请来冯树堂等几人 寻找风水宝地 想把父亲迁葬 考虑再三呢 又觉得惊动老父的灵魂呢 便是不孝 只好作罢 过了元宵节 曾国藩吩咐四弟国皇 备了两百两银子 两份礼品 自己坐轿 到罗泽南和刘腾红家去 慰问两家的亲人 抚恤两家的儿女 随后又到刘荣家小住两天 在他的书斋 养慧堂和刘荣畅谈 好友刘荣 前年与罗泽南率军池原湖北 会和胡林义进攻蒲齐 他弟弟刘凡正王 心里十分悲痛 为刘凡练冠 亲自护送回到老家安藏 每日读书住树 便再无意军旅功名 曾国藩素知刘荣淡薄名利 赞赏他高洁的品质 欣然为养慧堂文集作序 2月11日 是父亲曾林书逝世一周年的忌日 曾国藩兄弟郑重举行小祥礼 因国华过祭给叔叔 不必三年守孝 便给国华解除孝福 然后与国华商量设立家庙 议定祭祀增足以下的去世长辈 置办祭祀用的田地46亩 租骨做每年祭祀之用 曾国藩为人惊喜 家庙中珍藏御赐衣物若干 告命十一轴 祖考一念一旅 基验 宗契 祭契 若干剑 书籍数千卷 都分向登祭在部 并总其名曰 先大夫 致祭废祭 古者大夫之至 别子为祖 祭别者为大宗 祭谜祭祖 祭高增者为小宗 得利四亲之庙 后世封建不行 别子久废 无负太祖立庙之称 而宗法祭徽 即祖谜 高增 亦不负有区别 而立亲庙者 十亿世书 古法不可施于金九矣 金贵秦尚书 惠田有言 后世天下一家 世幻千玺 其有子孙繁衍 而成祖者 则始至之人 亦为始千之祖 与古之别子无异 仅直省名家巨族 皆有祠庙 似其初千者 为始祖 大帅 皆彼赴秦尚书之义 而然也 获富贵浩礼 分剑之词 亦由古者 小宗亲庙 之遗义 国藩不孝 脱仙人之余印 窃路朝右 惩罚六官 遭逢金天子登级 宣宗成皇帝 升配大典 谭恩惜累 雷锋先考 王考 曾祖王考 皆为光禄大夫 比皆封一品夫人 而春秋渐响 曾无妙语 以妥宗彻 世日无门 历生伐碑 其戏宣唱皇恩 弘昭适德 永赤厚四子若孙 而作其肃尽之心 咸丰八年四月 吴兄弟居先考之丧 盖时有四月矣 劫续不拘 将辩而知及 既妙之不休 弃敏之不备 无才不可违约 十大巨 于是各据白金若干粮 即为竹亭府军公资 被他日慈庙祭田之须 当明之际 盛清之初 吴曾氏 始自衡阳迁居相乡 加威也 丽田不足以自己 嘉庆十九年 我王考新刚府军 唱剑宗祠于衡 道光二十八年 继父高宣 创剑知词于乡 奉元吉府军为祖 千乡之始祖 为孟学府军 而知词祖元吉府军者 以其创业史大也 元吉府军六子 咸丰七年 六公者之役 各以其祖主赋于元吉公资 其众日俯臣俯军 于国藩为高祖王考 士生靖西俯军 为我曾祖王考 士生新刚俯军 为我王考 俯臣俯军 既以生存之词已 靖西俯军 新刚俯军 接紧积公资 以共计聚 庙寸之点缺炎 今自为竹亭府军 积致公资 一时和三代之婿 而共建一庙 士其疏义举呼 代士继王志 大夫三庙 一昭一幕 于太祖之庙而三 说者 已为昭穆 仅有祖迷 而无高增二庙 成子始变之 已为白天子 已至庶人 皆当祭级高祖 马贵 与推产其说 至 我朝素如 万丝大事之轮出 搏击经传 而大夫士德 庙纪高增祖迷四代 乃确然 而不可义 经国藩 锦立三亲庙 而不言高祖 盖俯臣俯军 也已上寸之词 而静悉辅君 以下三代 皆应封告 亦所以 表国恩也 其 或因事之计 而上四 俯臣辅君 原吉辅君 则原礼经 干节 及其高祖之力 即不应经 而礼原义起 但求 荡乎孝子 辞孙之心 知功 且安者而一意 若福田产 前臂 存机之法 天家赐物 宗器奔轨之仪 忌器 供具 图书 贵重之物 凡应藏于庙者 皆书于策 立为科条 其别如祖 一 田产 把西湾田 十六亩 乌宇 池塘 圆土 咸丰 七年 九月十六日 承荡 王葛市 激南 水九之产 去前 二百六十千文 下唐湾 田 三十亩 乌宇 山唐 圆土 咸丰 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承荡 罗道元 之产 去前 二百九十六千文 以上两处 每年供纳租 四十四档二斗 定义 置仓 住之 公同 封锁 四年 跳出 其前 一封住于仓 以事为常 不许私跳 不许外界 一 银钱 国藩 出银百两 国华 出银百两 国权 出银百两 国皇 国宝 共出银百两 定义 交国皇经营 满两年 再一交他手 其银 每年秋间 底骨 至仓 与永丰 住之 四年 跳出 其前换银 归住于 家内 之仓 或存钱 永丰 亦可 秋问 仍底骨 住仓 明年 跳出 亦如之 以事为常 不许私之 私跳 不许外界 一 赐物 也就是赏赐之物 道光 三十年 二月 初二日 奉内赐 宣宗 成皇帝 一念 一一见 玉佩 一事 咸丰元年 八月 初六日 奉内赐 玉智 诗时刻 横扶一针 咸丰四年 十二月 二十五日 奉内赐 灰鼠 黄马 挂一剑 小刀 火莲 扳 纸 荷包 四事 世西 贼匪 偷营 将此 四事 遗失 咸丰四年 腊月 三十日 奉内赐 福字一符 荷包三对 先奉六年 正月十六日 奉内赐 福字一符 荷包三对 先奉七年 正月十三日 奉内赐 福字一符 荷包三对 先奉七年 三月十一日 奉赐 经理丧事银 四百两 井案 以上各物 为四年 腊月二十五夜 遗失之四事 仅当 由京师 照样埋捕 其日 同受赐者 塔中武功 亦有四事 可以 为事也 四买到后 与各建 皆当 静谨 遵藏于家庙 其七年赐银 夜经用趣 等令封四十两 藏之庙内 以致 颁复 非常之恩 道光二十五年 十月初十日 孝和瑞皇后 七十万寿 谭恩 告封 竹亭宫 为中宪大夫 彼为宫人 以封 新刚宫 为中宪大夫 彼为宫人 告命 二轴祖父 道光三十年 正月二十六日 金天子登集 谭恩 嘉义级 告封三代 告命四轴 三代 及书父 三月十二日 孝和瑞皇后 生父 谭恩 不加急 告封 本身 其事 告命一轴 四月十二日 宣宗 成皇帝 生配 谭恩 加两 及 告封 三代 告命四轴 三代 及书父 井案 以上 各告轴 以拙量分住白玉堂老屋 黄金堂新宅 即将来修历之庙内 那由于这篇 先大夫 致记废记 文章比较长 也相对有些枯燥 那刚才呢 熊猫给您朗读了 田产 银钱 和赐物 那剩下的呢 还有宗器 祭器 工具 还有图书 就留待咱们明天继续 感谢您收听 曾国班传 本集播讲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